大家好,我是沙田利加各地產的Ivan 今天帶大家來看看沙田好運中心的兩房單位 向東南河景,現在立刻開始 現在來到單位上,先進門口 看看門口的設計都很特別 業主將大門的位置向單位退後,做了圓關位 可以看到它放了一個鞋櫃 先看看單位的廳 可以看到廳的景觀非常開揚 好,我們看看入門口左邊 業主做了一段時間的入場櫃 儲物櫃 連同一張可以移動的餐桌 整個廳是非常方正的 業主也在廳的另一邊裏做了一個黑板 是讓給小朋友修現自拍飾的 一樣的 到廳城間非常高 我們來到單位廚房 看到,業主將單位廚房改了開放式的設計 再看看浴室 看看睡房區 睡房本身的兩房設計 業主改為三房 這邊是主人房 業主做了一些入場的傢俬 可以看到睡房的景觀非常開揚 看著城門賀景 而且它有兩邊的大窗 這邊也是看著賀景 衣櫃位 還有一張入場的床 看看細房 細房也做了一張入場的床 也有非常開揚的景觀 看著中央公園城門賀景 也有兩邊的對流窗 我們來到最後這一間 就是業主自己改造的工人房 如果大家對這個單位是有興趣的話 或者你對於沙田區周邊的物業 都想了解多少資料的話 歡迎你隨時給我電話 好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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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